二十二节的经文说 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 这里讲的人所有的恶眼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五节中 是作眼红 这是在讲那追求虚幅的 想要急速求财的恶人 他们为人又吝啬 行为又多有不义 这等人一看到别人 生活的很富足 他们便存着苦毒和嫉妒的心 所以他们会不择手段的 用各种不诚实的行为 来让自己急速发财 就像我们刚刚在二十节中所讲的 在本节中恶眼 也就是眼红这两个字很重要 见别人过得丰富 而眼红的人心态上都不健康不正常 因为他们的心 中日里所想的便是如何才能得财富 过得比别人更好 更加娇奢一意 所以提摩太前说 第六章九节十节就告诉我们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络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隐忧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我们实在相信 二十二节所说的 那欲望的人有恶眼 就是因为里头的心 已经被贪财的欲念 刺透之后的结果 这样人的生命和他们的活法 都不出于智慧 也不出于聪明 二十三节说 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 在这节中 所罗门讲了两种人 一种是责备人的 一种是用舌头谄媚人的 那用爱心责备了人的人 在当时可能让那受责备的人 心里不悦 但是到后来 只要那被责备的人 是智慧和聪明的人 又是义人和政治人 那这样的人的心就会苏醒 就会把所受的责备 当作宝物和膏油一样看待 这便是中国人所说的 忠言逆耳 开始听起来 心情感觉到不顺 但越加体会 便知道 那从智慧人口中 所发出的责备 实在是金玉良言 在真言十章十一节说 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真言十章三十二节说 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 从敬畏神的智慧人口中 所发出的忠言 让被责备的人越咀嚼 越思想 就会越知道话语的价值 那人们就会喜爱 从智慧人口中 所发出的责备 我们知道拿丹先知 曾经责备过大卫 因为大卫犯罪 大家可以看 桑姆尔记下第十二章 迦德先知也曾责备过大卫 因为大卫数点人数 造成神不喜悦 大家可以看 桑姆尔记下第二十四章 我们最终发现 大卫王十分看重 神借着自己的仆人们 给他带来的责备 因为这些责备都出于神 因此那经由人 带给我们的出于神的责备 就会令那敬畏神的人 心中喜悦 乃是多于那用舌头 惨媚人的 这人世间 有些人非常善于 用舌头去惨媚人 也就是专门挑人 心中和耳朵里 所想听的 不管符不符合事情 那惨媚者的舌头 都好意思 把不真实的话说出来 只要听的人心满意足 但真言二十三章第八节就说 你所说的甘美言语 也必落空 这也必落空的甘美的言语 就是不诚实的 惨媚人的话 赞美人的话 这话最终会被人使透 人们会知道 说这话的人 其动机不是良善 其目的也不是为了造就人 乃是出于诡诈和自私的目的 中国古人形容有一种人 叫做口蜜复健 他们说给人的话 就像蜜一样甘甜 但是心里面所揣着的 却是要伤人的利剑 这种人就是用舌头 惨媚人的人 第二十四节的经文说 偷窃父母的 说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在《真言》一书中 好多次提到人 该当怎样 对待自己的父母 经文非常的丰富 几乎涉及到了各个方面 本节所要讲的 便是鼓励人 不要觊觎自己父母的钱财 在中国也有些做儿女的 他们就偷窃自己的父母 自己的父母辛苦攒来的钱 一旦被他们偷去 就会被他们迅速的挥霍掉 有的人拿去赌博 有的人拿去吸毒 这样的故事 无论在南方在北方 都屡见不鲜 那偷窃父母的人 口中还正正有词 说我是拿了父母所有的 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 所以拿了他们的钱 不叫偷 但圣经不这么看 所罗门告诉我们 若不是父母 从正面的角度给我们的 那么我们拿了他们的钱财 就是与强盗同类的偷窃的行为 这样的人很可怕 因为这样的人可以被叫做是 难以防备的家贼 圣经当中就有一个例子 大家如果看 诗诗记的十七章一到六节 经文叙述 有一位住在以法连山地的人 叫米家 他竟然就偷了自己的母亲 一千一百四颗勒的银子 要知道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后来因为他的母亲发出了咒诅 米家心里惧怕 便告诉母亲说 这钱我拿了 并还给自己的母亲 结果他的母亲 担心自己的咒诅 临到儿子身上 于是便用一个方法来消灾 他的母亲将二百色克的银子 交给银匠 雕刻一个像 筑成一个像 安置在米家的屋内 于是米家有了神堂 又制造以福德和家中的神像 并还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 世事纪的作者是怎样看米家和他母亲这一系列的做法的 经文形容说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米家作为儿子任意而行 他的母亲也任意而行 还有一个例子 在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 主耶稣谴责当时的假冒为善的法利塞人 因为他们将原本该奉给父母的钱 拿去给神做贡献 然后就认为只要是这样做 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 但其实这就是一种偷窃的行为 乃是偷窃了原本该给父母的 按照圣经 这样的人被论为与强盗同罪 第二十五节的经文说 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 倚靠耶和华的必得风欲 经文在这里所讲的贪婪 实际上是在讲那欲望之人心中的骄傲 骄傲的人一定贪婪和不满足 所以他们无论在哪里 就一定会制造纷争争端 完全不会带来任何和睦 以及和平 但那心中倚靠耶和华的人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做主和睦的器皿 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主在做王掌权 所以他们顺服神的旨意 不与人争敬 那这样的人反而必得风欲 也就是指什么福分和好处都不会缺乏 就像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所说的那样 第二十六节说 心中自视的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愚昧人所显出的欲望 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便是心中自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以为是 在前面的经文当中已经提到过 那罪人和恶人反而会认为自己的行为又正直又清洁 这些实际上是愚昧人的 对自我的评价非常的高 他们一点都看不到自己生命的丑恶和低下 但与他们相反的是 另外一种人是真正的智慧人 他们因为敬畏神便凭智慧行事 因为他们的里头有知识和智慧成为他们的引导 大家可以看前面真言十一章的第三节 同时那有真智慧的人 也会按真言一书所说的那样 他们绝不敢倚靠自己的聪明 也不会自成为有智慧 他们乃是在自己所行的一切事上 都能专心仰赖耶和华 于是神就必引导和指引他们的道路 也有一个重大的恩典会显明在他们身上 那便是一人必蒙拯救 大家可以参考真言第三章五到七节 二十七节的经文说 周记贫穷的不至缺乏 扬违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这节圣经又提到了 对穷人的周记 这乃是神所喜悦的善行之一 相关的经文大家可以参考的是 生命纪十五章的第七节 还有真言十九章十七节 另外还有二十二章的第九节 按照圣经中的话 这世上无论富人 无论穷人 都为耶和华神所造 有的时候 当穷人与富人相遇 神恰恰就是在给富人 去召集穷人的机会 人要学习连续贫苦的人 那就是尊重造他的主 人所发出的善行 就必蒙神悦纳和纪念 人一旦有钱财 被施舍给那贫穷的人 事实上就是借给耶和华了 当时候到了 耶和华神就必偿还给那 慷慨乐失的人 与那慷慨 周记贫穷的人相比 这世间有的人 对别人的贫穷和需要 假装看不见 但实际上他们心里知道 可就是不愿意去发 一点点的善意 圣经说的很严重 这种对别人的缺乏 贫穷 假装看不见的人 必多受咒诅 所以在以色亚书58章7节10节就说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痛苦的人得满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 今天的最后一节第28节 经文说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义人增多 于这节相关的经文 有本章的第12节 还有前面的11章第10节 这节经文讲了 一个邦国的社会面貌 当恶人兴起的时候 那善良和软弱的人 就躲藏起来 一旦恶人败亡 社会上的义人 就增多起来 这节经文 尤其可以被形容于 那些治安不好的国家和地区 记得90年代的广州 治安非常的差 那去过广州火车站的人 几乎无人 没有被抢劫过 恶人光天化日 想抢什么 就抢什么 有时 甚至将人 在车道上脱行 那些盗匪的行径 实在令人发指 这还只是我们所看见的社会方面的一个小点 如果把这一方面去放大 看一个国家 那么国家和社会 一旦容许罪恶嚣张 恶人兴起 那你就无法在社会上看到忠信 邪良的人 因为稍好一点的人都躲藏起来了 人们不敢说话 也不敢表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当时执政者的日子 也就快到头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邦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真言第28章第二节 所以这一节 与28章的12节还像 那里说 一人得志 大有荣耀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所以我们盼望 也可以多多的祷告 求主掌管一切 也愿公义 公礼得以伸张 但愿恶人败亡 一人就能增多 大家可以参考 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二节 另外 真言29章第二节 11章第11节 也可以放在这里做参考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今天真言第28章 我们就读到这里 来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我的圣灵宝会师 我感谢赞美你 主我今天要用23节 来为我自己祷告 主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 当面的责备 强如背地的爱情 若我的生命有欠缺 软弱和过错 我谢谢你 借着圣徒 带给我教诲和责备 虽然我在刚刚听的时候 有些不情愿 心中还不完全乐意 但后来 你就会借着圣灵 给我的开启 让我看到被责备 所带来的好处 因为那出于你的责备 乃是带着爱 和对生命 一旦出现了偏差的纠正 这正是由于你的爱 你的爱会使得你 向着我负责到底 因为我真是成为你名下的人 让我就一直有着顺服的心 这样我就必做智慧人 而且能讨你的喜悦 我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